大手亲自小手一人一盏纸灯笼 集结在公所前准备出发 在志工整员的带领下 600多个灯笼照亮了附近街道 大甲犹如是不夜城 而这是在地社团所举办的 元宵猜灯米采接活动 就是到每一个大甲街上的一些厂商 那每一个厂商他会提供奖品给我们 每一个厂商会提供五个奖品 那厂商会吃灯笼 那我们就拆灯笼 那拆灯笼以后得奖了就会有奖品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第四条大甲八主气箱正口中 这也就前面的是谁 2015提灯笼正式大甲社区活动 是吸引了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参加 一行人跟着团队走访大甲社区 而配合活动的十几间店家 也应景地准备猜灯米玩游戏活动 来增添震热气氛 答对了要拍手啊 不要啊 拍手拍这边 死我娘 对 对 哦 不错 很好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猜猜灯米啊 这样啊 好像有那个 那个有那个 一个元宵的气氛 有一些成语 会介绍大甲地方的特色 然后让一些 原本不是很了解大甲特色的地理位置啊 还有特产 有所更进一步的了解 主办单位指出希望借用活动 让民众不仅能认识在地许多店家特色 活络在地产业出外 也能体验到传统元宵佳节 提灯走顺的乐趣 旧王宣炫 台中才碰到 优优独月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姨